那个范例档案 那个范例档案的话是在这个 用康义弗做 那个热透彩的重奖基础统计 那这一题的话基本上 首先的话我是从网路上 捞了101年跟102年的 中奖几率 那个中奖的开奖号码 101年你会发现 他每一期这个是 这个101年的99期 他里面的话开出来 他的开奖的规则是 他1到42号里面开出 6个号码 加一个特别号 那里面的号码一定不会重复 一个特别号 然后再来的话一期 第二期一直往 一直在推101年 所以Ctrl向下的话 一整年里面的话 他总共开出来的199期 OK 然后102年的话 然后Ctrl向下 这边的话105等104期 那我们怎么知道说呢 这101年1号 他开出来的几率是多少 几率哦 那所以第一个我需要知道什么 需要知道他先开出几次 再除以他全部的那个数量 那就可以知道说他的几率 所以第一个 那我要怎么做 首先的话 第一个 如果说我要知道说 1号开出来的次数的话 其实你可以怎么 插入函数 你可以用康义 最近使用过的 康义符 那康义符的话呢 接下来他一样会问你两个问题 Range Range指的是 你要去哪个范围找 第二个的话呢 你要找哪一个号码 哪个号码 就1号 所以刚好等下向下填满 刚好就2号3号4号 一只类对嘛 所以呢范围的话呢 那我们就切过来 101年 不过他这个范围 实在太大了 你可能要先什么 先选这个右往下选 然后呢 再Ctrl 序义符向下 这样才有办法全选 可是实在很麻烦 所以 如果有这种情况 我刚刚讲过 你可以先定义名称 再配合F3 这样会简单一些 所以先取笑一下 我们先做定义名称 先定义什么名称的这个范围 所以我先把101年的 开奖号码 D到追栏 向右选 在Ctrl 序义符向下 那 这个定义名称的话 给他一个名称 也许我们叫什么呢 也许叫101年 但是特别注意 如果你输入101 Enter 他会跟你讲说 这个名称不能是数字开头 怎么办呢 干脆 我们这边加两个字 叫开奖好了 也许我这边就是多一个开奖 101 他名称 等一下就开奖102 所以这边先复制一下 Enter 好 那也就这个范围就开奖101 这个的话呢 一样 先把那个横向先选取 Ctrl 序义符向下 然后呢 移到 左上角这边 Ctrl V 102 102 102 输入2 特别注意哦 这个同学之前比较常出现问题的是 他输入完之后就离开了 那就不对了 特别说最后还多一个动作 请你务必按什么 Enter键 如果你没有按Enter键的话 他不会定义成功哦 OK 所以之前有同学说老师我明明做了 为什么没有 因为 你再做一次 他就做完 然后就离开 说你没有按Enter啊 你要按Enter就OK了 那最后你想说 那有同学问说老师那那些名称定义在哪里 其实都在这里 公式 里面的 名称管理员 OK 我不知道各位熟不熟 如果大部分同学好像都不熟 很重要功能 可是都不知道 那就麻烦 OK 好 管理名称管理员 开奖101 开奖102 他对应的范围在这里 所以这边可以做修改 这边可以做修改 或者你可以删除 可以编辑 还可以新增 这些都可以在这边做 那我们已经定义好两个 所以呢 接下来我统计分析的话 插入函数 康义服 这边的话 F3 开奖101 Critera选1号 就是 在这个范围里面1号开几个 按确定 那接下来除以什么 全部的号码 那全部的话你可以用Count Count 开奖101就可以 所以把它复制一下 贴过来 把Countif拿掉 有没有 Count 开奖101里面呢 全部的号码有几个 就是他中奖的号码除以总共开出来的号码 算齐率嘛 对不对 OK 那可以懂这意思了 打个勾 好 出现了 他应该是大概0.0245 可是这样阅读不不方便 所以我希望把它改成万分之 245的话 万分之多少 怎么做 按右键 出现了个格式 万分之多少有个分数 那分数里面有万分多少 好像没有只有百分之多少 不过没有关系 可以把它什么 分数 百分之多少改成制定 怎么样呢 把这边改成什么 00 能不能看到 万分之245 哎应该 这个应该比这个好阅读吧 OK 可以看懂我的意思 万分之245 确定 向下填满 做完了 OK 102年怎么做 很简单 其实 如果你定义名称另外的好处 就是公式再修改也非常简单 102 有没有 102 你根本完全不用做什么事情 只要改个名称 打个勾 就OK了 那这边的格式 你可以用刷子 我把这个刷子 有没有 刷过来就好了 把它向下填满 就OK了 那哪一个最高呢 就把两个相等 等于什么 这个几率 加上这个几率 OK 向下填满 排名的话呢 就是用什么 rankEQ 所以一样用统计类 里面的那个rankEQ R开头 R开头在这边 OK rank 所以你在统计类里面 会找到一个rankEQ rank排名 然后呢 他的全部的合计 在这个范围里面 所以游标放这边 Ctrl Shift向下 然后他排第几个 O的 就保持空白 因为他 地减的话 预设 就是省略 然后我们这边记得 REF要把他什么 F4 把列锁起来 为什么 因为等下相片要填满 那个范围不能变动 那但是他的合计可以变动 OK 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排名就算出来了 所以你会发现呢 最高的是哪一个呢 这边出现的 第一名 34号 第二名 21号 第三28号 OK 这两个年度 所以如果等于他经过投注战的话 其实 不是两个年度而已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我们大概 把重点提示 一 请101 102 定义一下 第二的话呢 利用Count if 先把 这个 在这个范围里面 1号开出来的几率 除以Count 按着他 然后贴过 另外的话就是定义 那个有一个格式不按右键 除此的格式 记得我是利用什么 分数里面的百分之多少 切到制定来改 多两个零就好了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这个部分的话就是 乐透彩的中奖几率先统计出来 那但是问题以后也是希望能够一键完成的话 那后面还有几个问题 如果我希望 那个牌在 因为 将来 你要去投注 站要 要那个选号码的话 你可能需要 7个号码 比如说6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 那 假设你想要想要 把这些拿来当参考 那所以你可能需要把前期名列出 出来 前期名怎么找出来 待会再来看